这是西北寸草不生的大荒漠 漫天黄沙 土地平级 一个农民在这样的荒漠里 辛苦劳作一整年 收入可能仅仅只有2000多块 年收入2000多块是什么概念 它是可以排入全国最低收入家庭了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收入 只有2000多块的大龄单身汉 它居然可以娶到老婆 那一年的下雪天 是桂英和有铁第一次见面 桂英的嫂子担心有铁不要桂英 就不断提醒 总是尿失禁的桂英去撒尿 而有铁却是沉默寡言地 躲在门后面肯磨磨 但桂英和有铁还是结婚了 红底的结婚照拍得非常拘谨 却是桂英一生中拍过的唯一的照片 婚后的桂英和有铁 住进了村里荒废又家徒四壁的土房子里 新婚的第一夜 桂英没有睡着 因为她又尿裤子 同床的有铁却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下床将火炉子加满了盘 然后就关了灯上床继续睡觉 但桂英却懂有铁的贴心 因为下一秒 桂英撅着尿湿的屁屁 对着炉子烤起了火 结了婚就是两口人吃饭 但被胳膊压榨了半辈子的有铁 除了一头驴 几乎没有任何存款 为了让桂英过上好日子 有铁去村舍涉了小麦和玉米的种子 还找邻居借了十个小鸡蛋 开启了种庄家敷小鸡的生活 还好小麦和玉米成功发芽了 小鸡也在桂英细心的照料下敷了出来 一切都有了盼头 有铁和桂英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感情见增 有铁会在出远门前给桂英争好摸摸 桂英也会在有铁碗归家时 送上一杯热茶 都说凭见夫妻百日爱 这句话在有铁和桂英之间几乎不成立 反而他们的生活 因为有了彼此的加入 人世间的疾苦都好像减轻了一半 但好景不长 村里为了改善农村面貌 鼓励拆除不住的老房子 并且还可以获得一万五的补助 在平均年收入只有两千多的农村 一万五可是巨款 于是有铁和桂英土房的原主人回来了 有铁和桂英只能再次搬家 住到了另一个没人居住的旧房子里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真正的家 有铁想盖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房 于是这一整个夏天 有铁和桂英都在获泥土做土砖 泥土获了一堆又一堆 土砖满了一圈又一圈 终于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铺满了整个股场 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在雨水的洗刷下 变成泥水冲走了 但大雨并没有浇灭 有铁和桂英对生活的热情 经过一夜的抢雨 有铁和桂英的感情更深了 有铁还说起了 初次见到桂英时的心情 等到燕子窝里的小燕子破了壳 有铁和桂英就盖起了土房 两个人四只手 一头驴挪动着一砖一瓦 渐渐地一间土泥房盖了起来 这期间 之前种下的麦子成熟了 忙着带房的有铁 还得忙里抽闲地去收麦子 或许是每天繁忙的劳作 太过忧心 当有铁看到桂英对家里的农作 帮不上什么忙时 就忍不住对着桂英发了火 还在麦田里 失手推倒了桂英 而常年被哥嫂打骂 灌了桂英 也被有铁反常的举动 吓到了 他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还忍不住又一次尿湿了裤子 回去的路上 桂英就原谅了游铁 游铁为了表示对桂英的喜爱 用新收的卖力给桂英印了一朵小麦花 还质朴地说道 等收割完麦子 游铁和桂英 也终于有了完完全全 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家 这一次搬家 游铁也将燕子窝挪了过去 还专门在新房墙头 给燕子划了一片领地 那一天傍晚 温暖的夕阳洒进了新房 这样无限美好的时光里 桂英用被褥扑着新床 游铁在床头贴着红色喜庆的喜字 等到了晚上 一脸高兴的桂英 对着游铁说道 后来呀 春天孵出的小黄鸡长成了大母鸡 还开始下蛋了 游铁和桂英就养起了小猪崽 希望来年除了吃上有营养的鸡蛋 还能吃上有油腥味的肥猪肉 好像游铁和桂英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了 土泥房盖好了 麦子也成熟了 母鸡也下蛋了 玉米也成熟了 一切似乎真的好了起来 以至于游铁还奢侈地给桂英成呢 等秋天收了包 要给桂英买他喜欢看的电视机 带他去市里的医院 治好尿失禁的毛病 但天有不测风云 幸福总是停留得太短暂 这天游铁在地里 摆着桂英美好愿望的玉米 却收到了桂英失足落水的消息 等到游铁跑过去 把桂英救上岸 桂英早就没了呼吸 这个一生苦命的女人 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离开了爱她的游铁 临走了也没有一张 可以当作遗照的照片 于是游铁只能拿出结婚时的照片 裁掉她的部分 放大褪色以后 就成了桂英 可以挂在床头的遗照 失去桂英的游铁 一如平常一般的沉默 没有大声的痛哭 也没有伤感的表情 只是宰了两只生蛋的大母鸡 来祭奠自己的桂英 还用卖力给桂英印上了卖花 好像只要这样 下辈子就可以真的找到桂英一样 等忙完了桂英的丧事 游铁拉着驴子去地里收了头盗 还了两袋 给之前送自己卤草的邻居 然后拉着那头 跟着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的驴 上了山 等到了山上 游铁解开了驴身上所有的束缚 便由驴子逃跑 但那驴子却一动也不动 游铁忍不住骂道 就你做都不愧做 这话是在骂驴 也像是在骂自己 骂完这话 游铁就离开了 留下的驴子只能默默离开 放生了驴 回到家的游铁 把家里这一年的收成全部卖了 收入总共是3900多块 然后他又回到了村舍 把之前收账的种子钱 1500多块给还了 还把之前倩邻居的10个小鸡蛋 也还上了 等做完这一些 游铁回到了和桂英的土房新家 他包了一个以前不曾吃过的鸡蛋 放进了嘴里 然后看了一眼 挂在床头桂英的遗诏后 他爬上了床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爬了下来 这时候的游铁 左手的虎口处 印着一枚麦花 右手拿着的 是一只竹边的驴子 上面插着一根成熟的麦铃 后来呀 游铁和桂英的新家 也被推土机推倒了 游铁的侄子 得到了一万五的拆迁费 拆迁那天 那只已经放生很久的驴子 找了回来 但房子不在了 游铁也不在了 桂英也永远回不来了 很多人说 游铁自杀了 因为吃鸡蛋那天 床头摆着一瓶农药 躺下去的时候 床头的炭火没有吸密 拿着竹边驴子的手 也在瑟瑟发抖 但电影末尾的那排字幕 却告诉我们 游铁跟着侄子去城里 开启新生活了 不管结局怎样 游铁和桂英 平淡又真挚的爱情 在这个夏天里 感动了无数人 在这部电影的影厅里 有一句点赞最高的影厅 西北的荒漠 种不出高贵的玫瑰 但我对你的爱意 犹如小麦花印入肌肤 爱情并不是什么 非常珍惜的东西 你看西北这片平洁的土地 虽然寸草不生 但却滋养了质朴又绵长的爱情